就这样一份平平无奇的酸汤锅 竟然可以这么开胃 好吃 所以我来到了苗寨 来请教一下如何制作酸汤锅 韩老师 你是饿死吗 欢迎欢迎欢迎 你来了 贵州真是人节地灵啊 你看连蝴蝶都好有灵性哦 据说以前是因为当地不采盐 所以聪明的贵州人发明了酸 经过不断的尝试口味多达一百多种 我们叫甜酒 就那个料糟 加多少 但只有它最特别 用的是爬盐鱼 因为这种鱼对水质的要求极高 你们广东人吃辣椒吗 吃 微辣 滚了好 酱香水 白酒 你看香味是不是 好 装盘 发酵 好 加水 好 上锅 好吗 六个月后就能尝到自己亲手做的鱼酱酸了 一整条鱼完整腌制 我以为会有腥味 结果腌制好是无比的鲜香 这就是贵州人的火锅底料 每天来上一勺 不管算什么都特别入味 换身衣服 跟朋友们一起吃酸炭锅 对 先来一勺这个烧焦酱 羊毛月给我调了个酱鸡 一点点糊糊的味道 我把配料写上 对 原汤来两勺 把它搅拌开哈 好 好 这是班地的烧焦酱 有股焦焦的香味 好好吃 这个酱好好吃 我要跟你安利 翔哥 这个酱超好吃 找错了不 我本地人 没想到 又被小翔哥 本贵州人给访安利的 搅拌 站着牛肉吃 加油 嗯 好吃 好吃 让我们一起体验 贵州美食的热情 感受贵州人民的幸福 好吃